刚才说到 韩群凤 溺死自己的双胞胎 脑瘫的这对儿子 原因 不光是因为 花钱如流水 担负孩子的治疗康复的费用 不光是 甚至不见得是主要的原因 因为韩群凤 家境并不能够说算穷 你看 这个时间 他作案就弄死他这俩孩子 是在2010年的11月份 那么 为什么他辛辛苦苦 这个抚养 照顾自己的这个孩子 照顾了13年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崩溃了 受不了了 要弄死他们 你且看 在前一年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2009年的时候 常年照顾他这对脑瘫儿子的俩保姆啊 年岁大了 要回家了 不干了 那么韩群凤呢 遍寻保姆不拙呀 只能自己去照顾这俩孩子 自己辞了职 照顾了 你看 差不多这就是一年多到2010年的11月份 崩溃 这就不能不让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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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咱们生活中种种的所见所闻 这个家里有这种长期的危重病人的这种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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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伺候的 你就会发现啊 咱们这个这个医疗服务方面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不光是说这个贵没钱看病的问题 他同时还存在着你就是有钱 你也买不到专业的这个护理服务 比方说啊 这种具有医疗具有医疗护理性质的这种保姆啊 呃在很多地方啊叫护工 在护工 你看你到医院这个这个病病区啊 都有很多小名片 很多这个中介公司 名片就专门护工啊 24小时 这个赔床 但是老实讲 紧就我这个管馈啊 我这很小的视野见到的个案来说 我觉得这个行业啊 在咱们国家非常非常的不专业 所以呢导致这个这个这个是无穷的 这个这个这种不确定和和和美谱啊 就像这请保姆很多家人体会 请了这十几个都有了吧 一伙换一个一伙换一个 这个护工啊 很多时候更要命 你好请来说24小时 24小时有80的有90的 有有有有有100的可能还有别的价啊 好 但是实际上啊 谁能伺候你们家病人伺候24小时 他不睡觉吗 所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要说是24小时 那实际上人家护士都跟你说 你家里不能走啊 你走了他睡觉了 他是要睡觉啊 所以你看事实上家里人还是没有能够减轻 当然我这个是扯远了啊 扯远了 但是很多家庭会有这个共鸣 那么咱们再说这个韩群凤他就是啊 一直找保母一直找不着干脆没办法自己辞职 但是你是你你你你你是弄不了这活的呀 到最终这不崩溃了吗 他这俩儿子啊 就是不是说康复的比预期还好吗 到最后搀扶这是可以走路吗 可是有一样13岁了 这个智力啊 只是等同于两三岁的这个孩子 那你想这个母亲看着这个孩子 而且这俩孩子啊 还有一毛病 没时没点的就哭 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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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碎了母亲的心 那你最后实施的那个行为 就是杀死你这个小孩 你觉得你主要是对他们两个前景的担忧啊 还是觉得你自己难有认出那种重负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哪一个比较多一点 最大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他们的前景 不知道会过得怎样 因为他们越来越重 走路又走 走不到的话 我年纪越来越大 也抱不动他 所以越来越担心 主要也是这个问题 也许 这韩群凤 无数次的想过 这俩双胞胎的儿子 只有两三岁的这个智力 走路 有人扶 这个此起彼伏的 每过个十几分钟 这个哭完了 那个哭 这个哭完了 那个哭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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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终心里啊 顶不住了 所以他能下出这种毒手 弄死这个孩子 这个心里啊 也是过了一百道关 这个里边的感触太多了 这最后咱们就又说到啊 生命的感触 这个事儿啊 还不光是说中国的问题 这是全人类的问题 人能不能决定生命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决定什么样的生命 谁来决定 这方面的事儿 啊 家伙 说的就已经够多够多了 我只讲一个 我看了有印象的一部电影 这个是那个那个 Air Pacino演的 讲的是这个美国历史上 一个医生啊 叫这个杰克凯沃基恩 好像是这么一名 这个杰克这个医生啊 在美国有个外号死亡医生 说来也巧 在刚刚过去的 就是今年六月初 这个杰克医生啊 刚刚去世 他在美国这个这个这个电影 是根据他真实的故事编的 这个医生啊 他从小有感于他自己的妈妈 长期被病痛这个折磨 不得解脱 所以长大后立志 做医生 本来想啊 这个治病救人 可是后来 他干起了什么 他协助了大约有130多个 这个病人啊 绝症的病人 协助他们安乐死 这个电影里面就展现啊 他当时干的这个事儿 先啊 写医主 录像 就是要表白啊 谁都不愿 我要死 结束我的这个没有意义的痛苦 然后呢 他甚至比如说 开头是有什么麻醉药 有有药 到后来啊 他弄不到药了 这个医生到后来变得也有些 我觉得有些 偏执了 就是说 到最后他就发明这个煤气啊 煤气 但是呢 一切都协助病人弄好了之后啊 这个拧开煤气罐 在你这个病人自己 那么这也是考虑有规避法律上的一个就是说不是谋杀这是他自己自杀 但是他这种行为违反美国的现行法律 他后来被判了八年的监禁 可是他的这个动机也引起了很多人对安乐死这事的考虑 那么我们也可以带着一种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了解一下这种争议的这种态度吧 来看看这个影片当中的有关片段 来看看这种争议的 来看看这种争议的 这种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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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们准备了 像我所说的 之前 因为这种争议的 我现在 我们必须使用这种争议的 因为我保护了 这种争议的 我只能够拿这种争议的 刚在电影可绝不是鼓励模仿 要知道现在安乐死 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这个课题 尤其在我们国家 他还是这个不合法的 那么 咱们再说回到这位母亲 韩群凤 他的这个案子 亲手溺死自己这个双胞胎脑瘫儿子 他这个案子 在网上被起了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这么样的反映出 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和纠结 他这案子被称为什么 磁母杀子案 你叫这个磁母手中线 磁母怎么能杀子呢 可就是磁母杀子案 而最终 法院的判决 很显然 也是从轻发落了这位杀子的磁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